心驚的推手 喔 這是男孩的想法 其實心驚是講 欸 那怎麼有一個這個政治人物的感覺 我覺得還有你在最狀況最差的時候 你有感 你一定會像我內心一樣有感受到 原來身邊愛你的人是誰耶 請聽事務所請聽的聲音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紀瑞 哇 今天的來賓他們已經睡在我面前了 但是呢 我在聽他們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驚喜 真的是打開了一個寶藏盒的感覺 我們現在來歡迎今天的來賓一虎一虎 一虎一虎 一虎一虎 他是正男孩 等一下 我跟你講 阿巧根本沒拿麥克風 他的聲音已經穿透了 我需要拿嗎 我需要拿嗎 看到你們好開心喔 因為其實我在做節目的第一年 就認識阿巧 對啊 所以今天才有機會認識一虎一虎兩位 超級開心 先恭喜你們發行專輯 阿巧 他們兩個今天真的是精心打扮耶 我很好奇這個頭套戴上去的感覺是什麼樣子 就像是一個電風扇一樣 因為它就是個電風扇罩啊 但是這個上面其實除了電風扇罩本人以外 還加了很多很細緻的刺繡 對 這個刺繡就是來自於我們專輯 病子 病病病病子 封面你可以看到的 它其實也是來自周一星刺繡藝術家 他精心幫我們想到 這很像是一個傷口 你可以說它是一種病態美 啊 因為這整張專輯都跟病有關 是是是是 也可以說是傷口 它帶給你癒合之後的能量 今天其實手上也有兩個版本的專輯 哈哈哈哈 我先來打開一下 我覺得哇 這個是 天啊你們怎麼會想到要做這樣的形式 你手上的是更不正常版 這個是一般的病 哈哈哈哈 小病版 大家看到這個是這個風琴夾的部分 打開來很漂亮 也蠻有那種東方抽籤式的感覺 因為它其實外面它是一個 這個儲方籤的感覺 對 所以這個每一個這個口袋裡面 都是一個儲方籤 每一個籤都是你們的歌曲 對 那這後面有一些小姐 我們來看看奶涵如何唸 她一直一直一直說 好像也不能解決什麼 呃 幸好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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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老花眼看不太到 哈哈哈哈 但我很好奇 這樣專輯的名稱是怎麼來的呢 關於病子呢 有一天我就很突然的跟奶涵說 欸你有沒有聽過客家有一個病子歌 沒聽過 對 那我就傳給她聽 那其實病子歌它本身是蠻歡樂 是夫妻先生太太就是打情罵俏 那太太覺得說 欸都沒有人知道我已經有生育一個月啦 然後我很想要吃殭屍炒大腸 這是一月的時候 懷胎一個月的時候 她這樣子的對話 她從一月一直唱唱到就是每個月她想吃什麼東西 嗯 那我們就接去了這個一月的這個歌詞 把她病子歌 整個全部的大改造放在 重新編曲放在我們的專輯裡面 嗯 她其實就是在講孕婦 而且很意外的是台語其實也有一樣的詞 就是白痴 喔 喔 對就是講悲痴 那我猜應該就是因為孕婦會有很多不舒服嗎 孕吐啊 或是吃不下啊 或是什麼不舒服 所以可能就是有點感覺 需要人家照顧 所以用這個病來講心 那我之前有請教柯宇老師說 欸好像我們這一輩學柯宇 比較沒有聽到人家說瓶字 嗯 對都會說有身孕的人 就是柯宇說優生給你 對那因為老師就有跟我說啊 因為我們這一輩會比較喜歡用比較正向的詞彙來形容 好像白痴啊瓶字就聽起來比較負面 那我就覺得哇那這個病子真的跟生病的人 或者是一些病症 他們都是像我小時候的記憶一樣 都是給人家比較對負黑能量 其實我覺得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這種病痛就是越來越早上生 而且以前年輕的時候啊 不太會聊這種身體健康什麼東西 大家都哪裡 年輕的時候不需要 對啊哪裡好玩哪裡好吃啊 對是不是應該要直接破題 你去年膽怎麼了 哈哈哈哈 直接先怕爆料啦 就是就是膽就被拿掉了 在創作的期間 欸我剛剛突然想到 所以你再也不是膽大包天鎮奶涵了 呃 對就沒有膽啦 無膽啦 你知道要講這個膽應該要講很久 反正就告訴你很痛就對了啦 我就看你可以講多久 超痛 醫生也說再放下去可能會變成癌症 就是會病變 所以就然後就是 你是看很多醫院 我記得 對因為其實要 春天到夏天的時候 要告別一個器官很很 其實很不捨得 因為畢竟是一個器官嘛 醫生說可以割掉啊 沒有問題啊 沒差 可是畢竟你就想 奇怪這是長在我身上的一個東西 你就這樣把它割掉 又不是什麼腫瘤 它就是這個器官啊 難道割掉不會怎麼樣嗎 對 所以歷經了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 反覆掙扎 就要告別它這樣 這首歌剛好結合了 離開的人 那還有離開的很重要的一個器官 那秦瑋琪幫我們寫歌詞的時候 他也並不知道哪含的阿嬤也剛離開 對 可是他就想像說 如果他阿嬤還在 他可以跟他阿嬤關心他 啊你怎麼又要吃這個肥肉啊 不是膽不舒服了嗎 這樣子的對話 對對對 這張專輯其實跟很多人合作耶 有沒有讓你們比較印象深刻的合作的地方 我覺得 都很深刻 我覺得第一個最深刻的應該就是 第一個跟我們進錄音室唱的是誘人 是 誘人 我雖然就是現場 聽過他唱歌一兩次 可是不多 內容不多 那我當時就有覺得 他的低音太迷人了 我有跟哪含說 欸我覺得他低音可以跟你的double bass拼 看誰 炫炮低音炮 對 就是看誰更低 然後那個 低音那種很渾厚 但是又聽很好聽 很順耳 而且是很有個人特色的 聲音的質感 對 總之我沒有辦法想像說 他在中間的橋段要做即興的時候 他會做成什麼樣子 因為 但是我有先跟哪含講說 我覺得他一定是可以做得很有水準 我有一邊聽在工作論文 我有一邊擦眼淚 我就覺得 我覺得太好聽 太touching了 就是 我當時真的覺得沒夢成真 是是 我那時候在歌曲裡聽到心驚的時候 我覺得蠻意外的 心驚的推手 喔這是男孩的想法 其實心驚是講 欸怎麼有一個這個政治人物的感覺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時候其實在創作這一張專輯的期間 我歷經了把膽割掉 我的外婆也被佛祖找回去了 那時候就是在智商的期間啊 就好像是我女朋友建議我就操心驚回向 感謝女朋友 不知道原來有這一段 我就操心驚給她嘛 那我操心驚的過程就去想說 欸順便看一下說這個心驚到底是 它的意思是什麼 那其實裡面都是咒語嘛 那它其實最最主要是在講說一個 就是超脫世俗啊 你要大車大霧 要了解這個宇宙的大智慧 你真的把一切真理都了解以後 你就超脫了 所以就有這想法 把它擺進去了 對 是 那乃涵自己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 合作對象呢 合作對象 我覺得乃涵那時候 有一口答應那個哲偉哥 那個是我印象很深刻的畫面 我覺得其實 對啊 哲偉哥因為印象中就是 那時候其實哲偉哥也在做他自己的新歌 跟他的專輯 最近哲偉哥也有來傾聽事務所 對 硬工欸 這樣 硬工欸 然後他的曲風就是 因為那時候阿喬就說 哎呦他想找哲偉哥 那因為像從二本貓的時期 就已經知道就哲偉哥嘛 他也很照顧後輩這樣 然後也就是好幾次就聽他表演 後來他在發的 這一個新專輯的這些作品 就覺得在曲風上差很多 這麼辛辣的東西 他如果可以 再加進來玩 那就是我會很期待說 那到底可以併出什麼樣的火花 對 所以那時候找他來 那哲偉哥也答應 很棒 就很期待說 結果我覺得你們展現出哲偉哥 完全不一樣的一面 對對對 我覺得哲偉平常就是暖男嘛 他本身的個性是暖男 那他唱的歌是暖暖的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合理 可是他在這裡面的感覺就是 哇 神經病哲偉這樣 哈哈哈哈 而且神經病哪含呢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我覺得很想要跟你分享 真病無藥醫 他其實是截取一個客語的一個俗語 那他前面還有一句完整的 我們來考考男孩 記得嗎 真病無藥醫 的前面那一句是 假 真 假藥醫 真 藥 真藥醫假病 哈哈哈哈 哇 考 考到我了 這一句話其實是在說啊 你一般吃藥其實就是 都只是緩解而已 他並不能真的去解決你 真的最根本的問題 就像感冒藥好了 他都是退燒藥 止流鼻水 消炎 但是你真正病毒 他其實是需要自己身體調養 才會好過來 所以最重要的秀 那他的意思是說 那像是很多病其實都從心來的 我們要先照顧好自己的心 以前年輕的時候 總是會覺得 仙人智慧講的一些話 落力把索的 可是這句話真的有打到 我們已經老化的心坎裡 我就原來 無法 永遠無法早知道 我覺得今天在你們的解釋上面啊 反而讓這張專輯越來越清晰了 哈哈哈哈 本來病魔產生 然後所以看不清楚 哈哈哈哈 是 但如果要讓你們一人推薦一首 這張專輯的歌 你們會推薦哪一首呢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推薦就是第五首 它是《親愛的三三》 這其實這一首 在整張專輯的表現來講 它是相對比較 我們講acoustic 就是圓音的樂器 嗯 其他都是很多的 曲樣啊 或是電子的音效 那在這個《親愛的三三》 我們採用就是全部 雨喬 而且我們還跟一個 就是很有名的演員合作 范承飛 范承飛 還有台北 台灣最厲害的拉丁膽籍 黃玉寧 啊 這一首其實是 完全是在GEM的狀況下 雨喬在現場唸那些台詞 我們現場跟著演 對 現場去做這個搭配 所以我覺得非常有趣 歌詞它其實探討蠻多內心的東西 就是有點暴力 我們要是跟病逝感的幾個階段 啊 那我要推薦 The best most beautiful thing 哇 是 因為這首歌有很性感的雷晴 Fly fly 哈哈哈哈 沒錯 很厲害耶 對 有嗎 有厲害嗎 可以嗎 那個不錯啊 其實 這就不錯 不錯啊 嚴格的奶涵這樣 因為就是找他 當初其實也是 想說哇 黎晴都唱這個什麼 很瘦啊 很逼啊 這種曲風很絲滑 哇 現在這個絲滑很流行喔 對 就是很絲滑這樣 實驗性的音樂 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 對 會不會願意唱 而且一開始 他其實也還沒聽到Demo 他就說喔 好啊 一起來玩 喔 然後人超好 其實在二本貓時代我們就認識啦 對 我們有一起搭過演出這樣子 我們以前跟雷晴一起演過婚禮演出 好像也是 我們跟雷晴一起演過兩次 是 對 他就打鼓 他是鼓手 一次在台北 一次在台中 反正就是認識啦 但是你知道後來他 有自己發片 這個已經是這個出道歌手啦 就等級不一樣 對 就是感謝雷晴 等級不一樣 然後還跟我們兩個這樣 神經病的一起 對 但滿好玩的 他來他也覺得不錯這樣子 就是做一點新的嘗試這樣 對 而且我們因為跟雷晴玩了兩首歌嘛 在我們專輯裡面還有最後一首歌 是很聊天式的 而且這個聊天式不是 這完全是在說故事的感覺 對 而且那個聊天的內容是我完全 我們都不知道雷晴要講什麼 我懷疑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要講什麼 他很會講耶 就是他講的很自然 這感覺像是一個劇本耶 對 感覺是他已經帶內心 其實我覺得應該他自己內心有先寫好了 因為我覺得感覺出來他是一個 有做功課 雙語座非常緻密的 一個少女 有少女心的孩子 嗯 那其他的 當時有一起play的 有奈涵 就是彈Double Bass嘛 對 一樣還是有剛剛我講的 台灣 台北 就是不管是台北地區還是台灣 就是最強的拉丁大吉 黃玉寧 還有我們的製作人 鄭戈爾君 即時編程 大家是同步錄影 我們做這一首歌 在專輯的最後一首叫做 PS 對 我那時候看到想說 PS這個是 附助上去的歌嗎 還是什麼意思 對 就是附助上去 是附助上 Surprise 然後我點開來聽 想說哇 這個已經是音樂劇了嗎 哈哈哈 就是也蠻像那個 我小時候聽一些 兒童的錄音帶 或者是說 睡前聽個什麼 爸爸媽媽故事級的廣播 這麼恐怖喔 因為總共專輯十首啦 但是 想說 欸突發奇想 以前的那種 以前的年代的CD 有一些都會在專輯的空白處 留一個隱藏曲目 對 所以原本是想要用這個概念 就做一個更實驗性的 我們就是即時來 Jam 這樣 想不到就是跟那個 我們製作人鄭戈菌老師提啊 說欸老師 我們想說 他們跟雷琴聊天啊 我們在旁邊 隨意的聽他們聊天的內容 就隨便弄一些聲音這樣 老師就現場收他們的聲音 也做一些挑便 就可能啊 不然讓他的聲音扭曲啊 幹嘛的 就說欸 那我就問老師 老師說喔好啊 我就想不到這麼容易就答應 這樣 現場邊一邊就成形了嗎 對 所以我們就是在我們原本 錄音室的地方 我們就約了一天 他跟雷琴 就是關在一間小房間裡面 他們聊他們的 啊他也沒有給人家仿綱 喔有啦 哈哈哈哈 是奶奶跟我說叫我不要給 但其實我有偷偷給 對反正他們就聊 可是他講的時候 他就要脫離房 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在另外三個房間 我們就聽著他們聊天的聲音 就現場在那邊弄一些聲音 然後老師也就是現場聽到他們的聲音 就開始轉那一些他的儀器啊 讓他的聲音變來變去啊 滿好玩的 其實不知不覺來到節目的尾聲了 其實我覺得在這張專輯 我們剛剛聊到說 把聊天的過程變成了一首歌 我覺得這個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我剛剛跟你聊天的過程 我也是突然覺得 欸我從來沒有把隨便這兩個字 講得這麼的坦然的感覺 因為我以前一直就是念美書 教了很多的小朋友 那小朋友很常會想說 啊我就隨便畫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都會很嚴肅的看著他說 我說你知道什麼是隨便嗎 啊 然後他們就欸就會 可能因為我的氣勢比較強 他就會有點不知道啊 嗯 我說好那你可以再想想看 你可以怎麼做 除了隨便以外你還有沒有別的 對 對可是我今天有突然很 真的是第一次 欸隨便touch到了 對 是是是 其實我那時候在看這樣專輯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是說 喔很多人都會覺得 像你剛剛一開頭講的 覺得病是一個負面的詞 但其實我自己回想了很多 我自己可能以前生病的經驗啊 或是自己不舒服的經驗啊 我是很堅決的說 可是有了這個生病的經驗 好像反而更知道 讓我要如何健康 我覺得它其實是 讓我開始對生活有一個品質的要求 或是說我開始會去看說 喔我到底要飲食上做什麼調整啊 生活規律上啊 要有什麼樣的一些 可能要運動啊 要健身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還有你在最 對狀況最差的時候 你有感 你一定也會像我內心一樣 有感受到 原來身邊愛你的人是誰耶 啊 有沒有有沒有 有啊 有齁 就自己最愛自己 哈哈哈哈 那很多的關係 你就會收到 可是如果你生病病入高空的時候 你突然發現 哇我這麼不愛自己 那你今天也太難過了吧 就是他們跟你抗議啊 說你看你之前都不理我 你看你乾在尖叫啊 然後現在來那個了 對 現在來揭竿情意說 對抗議 但是我覺得就是病啊 真的會讓你意識到說 日常平凡這種東西其實是多麼珍貴啊 沒錯 我們現在可以坐在這裡 或是說出門有太陽 有下雨什麼 或是說身邊的人 欸有一個人陪著你 或是說你有家人陪著你 其實這個好平常喔 就是人類社會 對大家都有的東西其實蠻得來不易的 是是是 其實我覺得很難得 可以在傾聽事務所專訪當中 在訪問音樂的過程當中 可以聊到健康這一塊 非常感謝一虎一虎 今天來到傾聽事務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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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些平台可以找到你們的專輯呢 風草官網 還有風草官網 哈哈哈哈 是只要搜尋一虎一虎 是老虎的虎喔 對就可以找到他們的歌曲了 大家一定要來聽聽看 因為這張專輯真的非常值得去聽 我自己聽了好幾次 我還是覺得我沒有把這張專輯的保障找完 哈哈哈哈 感謝一虎一虎 謝謝 謝謝 也謝謝各位聽眾朋友的收聽 那我們下周再見囉 掰掰 掰掰